好 这样呢 咱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已经把登录的一个说完了 说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我们跟大家去说过的两个接口 哪接口呢 第一个接口就是说 关于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用户已经登录过之后 在这个地方要去显示用户的这样一个昵称 要显示它的名字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去做呢 通过我们昨天的分析已经说过了 它应该是在页面一加载的时候呢 现在前后端分离的页面就是由前来去展示的 所以它怎么知道用户是不是已经登录过呢 只能页面一加载之后 然后呢 向后端专门去询问一下 我现在已经请求了这个身份的这个用户有没有登录过 所以我后端当中要定义出来一个对应的接口 那这个接口的话 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怎么定义呢 这个接口的话 我们去想 咱们还是先来去定义它所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路由了 那这个路由呢 询问的是登录状态 而登录状态就相当于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登录是一样的 反映出来的资源呢 也是session资源 所以我最终在让你询问的时候呢 你直接就去查询一下session的这个数据就可以了 那session这个数据的话 那实际上 我们让你进行查询session数据 查询session数据的时候呢 你要通过get方式来进行获取 获取的时候呢 我们说了 之前在跟大家去讲read风格的时候呢 在这里面是不是要反映资源呀 应该是session资源 然后呢 现在应该反映出来的是特定用户的资源吧 特定用户的资源了 那也就是说应该后面跟上的是session的ID吧 对吧 应该获取的是哪个session的数据 那但是呢 这个sessionID我们已经知道了 它是存在于这个cookie里面吧 所以 实际栏器给它自带上了 所以呢 我们在定义资源的时候呢 就直接就去获取一下单一的session资源 具体是哪个资源呢 直接就是在cookie里面就有的 所以呢 我们就不在这里面表现出来到底是哪一份的session资源了 就是关键一点 相当于你查询动作状态 查询的就是session这个数据有没有存在的问题 然后呢 简单来我们看一下 那我怎么去判断一下它存不存在呢 就像我们昨天说过的 只要用户登录过 无论是你注册登录的 还是说直接登录的 我总归都会把你的数据保存到session当中 所以也就因为说 我在这些查询的时候 只要通过session对象当中 我尝试来获取一份资源 如果它是有就可以了 那我去获取哪份资源呢 你可以获取我们当中存放的三份资源当中 任何一个都可以 但是我们看一下 在前端当中这里面 它在去用的时候 如果是登录成功 在这里面是不是要显示用户的名字 要显示昵称 那干脆我们在去使用的时候 只要去获取名字是不是就可以了 最方便了 如果你有 那好了 我就尝试通过session.get 如果你是有这样的名字的话 那肯定意味着你是登录过 也就是说内幕不为空 就肯定登录过 所以我向前端去返回一个接的数据来告诉你 而是message呢 我也可以通过这样方式 告诉你是登录的还是失败的 如果是登录成功 因为前端在这个地方要显示用户名字 所以呢 我们在返回的时候呢 再给你补出上一个数据 就把它放到哪呢 放到data当中 然后呢 里面把用户的这个内幕名字给你包含进去 供你前端进行使用 如果从session当中拿name的时候呢 没有拿到 那就代表用户是没登录吧 没登录 好了 我就给你返回这样的错误信息 在RET当中呢 正好有一个用户未登录的这样状态 叫做session error 所以我就给你返回那样的错误信息session error 然后呢 代表用户未登录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就是关于检查登录状态的后段试图了 所以我说 我把这几个接口留给大家 是有原因的 你看代码上特别少 逻辑是相当很简单的这样东西 能够写出来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相对应呢 咱们再把这个登出也去说一下 登出我们也跟大家说过了 那就相当于你在去那个个人主页当中 点击这个退出按钮的时候呢 要把你的登录状态清除 所以呢 资源仍然是斜线session的这份资源 然后呢 你现在是要删除 所以的请求方式就是delete请求方式 然后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两个试图函数 我们在讲框架的时候是不跟大家去提到过了 两个试图函数完全可以使用相同的一段路由吧 但是只要它的请求方式不一样 试图函数都能够防止进来呀 所以就是第二个 以递类的方式来删除资源 然后呢 清除的就是直接把session里面数据删除就可以了 session.clear操作 删除三分数据 删除完了之后 直接不想交给你 删除成功 这就是关于退出了 然后呢 我们回过来来看一下相对应的前端操作了 相对应的前端操作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检查登录状态 检查登录状态呢 最应的是在这个主页index当中 那它的gis脚本呢 就是index.gs 我们来看一眼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应该是页面一加载好的时候呢 就应该向后端进行一下询问 所以页一加载面加载好 就是在document.reg的时候呢 我立即向后端发送请求 我后端定义的是get的请求方式 然后呢 我们说过get的请求方式呢 那个csrf根本就不不去管csrf只管它带了请求里的数据 也说只管put post posed跟delete get的方式不拦截 所以这时候我们再来进行定义的时候呢 get的方式的话 根本就不需要关心那个所谓的heider了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简写方式向后端发送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dollar.get 然后呢 我后端定义的网址 紧接下来 在后端当中不需要传任何参数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直接去传回调函数就可以了 传回调函数 然后呢 回调函数当中 又应该是对应的去接触数据 isp 如果你 isp 返回值对章这个aer number呢 它是ok的啊是ok 也就是状态码是零的情况下 那对应的是代表用户是已经登录过的 零的呢 代表是用户已经登录过 用户已经登录过 用户已经登录过 我们昨天跟大家说过了 我需要在页面当中呢 去展示一下相对应的关于用户的这个信息 所以呢 就相当于我们需要把 user info 这个 div 呢 给你展示出来 把那个 user info 那个东西呢 给你展出来 而且在这个 user 的 info 当中呢 这后面 a 标签里面有一个提出钞链接 能够进入到个人主页 我们需要把这钞链接到这个地方呢 显示上用户的名字 所以呢 在这里面还去显示用户的名字 再把谁呢 通过 isp 返回值当中 这个返回值里面的 data 里面的 name data 里面的 name 拿回来 所以就是 isp 里面的 data 里面的 name 拿出来 放到这儿 然后呢 那如果不是零 就代表一户未登录 所以呢 未登录的情况下 我们在这里面直接把谁呢 把上面这个 div 注册和登录的 这两个按钮的 div 呢 给你展出来就可以了 那后面这回调函数之后 我是不是又传了个参数啊 json 吧 这个之前我说跟大家提过 这个 json 的话对应到哪儿啊 如果对应到完整形式的话 是不是对应到是 data type 这参数啊 指明后端返回的数据类型是 json 格式的 所以简显的方式的话 就直接在回调函数后面再补上 json 这是关于这样的 你后面的这个 json 可传可不传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方 说完这个地方的话 咱们回回来再来看一下 那在登出呢 登出的实际上是在我的这个主页 也在 my.html 当中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 在 my.html 这里面我们往下走 相对应的 然后呢到最后 这有个 div 里面有个退出 最初的时候呢 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 logout 我在这里面 为什么没有直接在这里面去写 href 把链接放到这呢 源于在于你放到这之后 你点击相当于是浏览器向你发送吧 然后浏览器向后端发送的请求是 get 请求吧 而我们对应到后端当中 登出的时候是必须是 delete 请求吧 所以你只能说是自己用阿甲克斯的方式来进行发送 所以我在这里面给你定义了函数 回过来再卖点cs 当中 我们把这个函数 logout 去实现一下就可以了 你只要一点击到了.html 向后端发送 对应的网址放到这儿 请求方式是 delete 的方式 然后呢一定要注意 delete 方式 也是会被 csrf 进行拦截的 所以呢我们必须给它补充上hiders 也就是因为说这里面呢哪怕没有数据 我也得采用完整的方式发送 delete 然后呢还要包含hiders 当中要包含 xsrfhoken 然后呢为了包含这个东西 我要把昨天咱们写的获取coken的方法拿回来 通过 cookie 当中把这个值拿去 然后呢再去补充上回调函数 回调函数呢 如果后端你给我传送回来的状态码是0 我就直接代表是退出成功 我就给你导到了组约当中了 其实是关于这样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当我点击退出的时候呢 回过出来是不是已经跳着它主页了 主页当中因为我已经退出了 30分钟已经筛除了 所以呢它的登录状态又没有了 又变成这样东西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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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